主席会大戏 四日在人民大会堂里热闹上演 然而这次朱立文登陆 心里盘算两岸和平牌 在外媒眼里却是大口分 英国路透社指出 习近平提出与台湾进行 平等政治谈判 前提是一个中国 但台湾民众普遍不愿接受 德媒更将一个中国引申为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只是中国一部分 认为主席会不但没帮助 还会让国民党明年选举大挫败 美联社看主席会 更是以台湾政党领导人 确认最终将与中国统一为标题 让朱立文大动肝火严厉驳斥斥 美联社解读你是终极统一的路线 你觉得这没有 所以我们立刻提出严重的抗议 他也立刻撤稿 我想有的这个媒体 不管是断章取义 或者是恶意扭曲 我们都觉得大可不必 要求立即撤下 不过最终将与中国统一的报导人在 倒变成了北京观点 朱立文跨海登陆会见习近平 不管是真的两党和平对话 还是最佣之一不再久 操盘布局2016 外媒都不买单 想必也是朱立文此行 最大的意料之外 欢迎新闻杨红尚谈一轮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